我们来学习一下工业机器人的一个输入齿轮和减速机的一个选行的应用 在这个输入齿轮和减速机其实就是一个齿轮传动的这个连接 在齿轮传动的时候我们要进入我们在前面的课程的那个网站 然后找到你想要的这个减速机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我们要设置一个10公斤级的一个工业机器人 那么它这个输入齿轮我们才用了12尺 而这个减速机呢是RV41 RV41你找到它对应的一个一个齿轮就可以知道它的一个魔术 然后呢你在里面插入这个齿轮就可以了 其实这种呢就是这个输入齿轮啊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找到它这个3D图 然后直接汇集出这个输入齿轮应该是很方便 我们汇集输入齿轮的方法给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里在这里呢我们插入这个工具箱啊 工具箱里面我们选择国标 国标的方式这里有有一个动力传动 动力传动里面齿轮啊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指正齿轮 右击然后三层零件 三层零件之后 在这里你选择你的魔术啊 这魔术我们选择啊 1.75 然后呢尺数12尺 12尺 然后就是它的面宽 这个面宽呢我们我们先不管它 好先按照它这种方式 其他的都不管它就这样 嗯 做好了这一个之后 这个这个位置啊 面宽 12我们把它改成1吧 改改个1改短一点 为什么呢 我待会我们我们要让它实现这种 像这种有追度的拉伸的这种情况 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个图片的 啊应该是 像这种过度的这种情况啊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它有时候它会 首先是提起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没有了这种情况 这个这个宽度应该给多一点 给少了 刚才刚才应该加 我拿一下 这个魔术是多少 你可以在减速机那里就可以找得到 是不是 你只要找出减速机的3D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在上面进行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拉伸哪或者或者等等这些啊功能 有些时候如果说你想要实现这种追度的功能的话 你还可以这样 比如像我们现在这种啊 踏入面 面移动 然后呢 选择这个面 然后往上移 往上移 往上移的时候呢 这里不能给它 给我 给它规格啊 这是追度的能够 没有追度啊 没有追度怎么办 没有追度我们就 在这里有个叫踏入 就直接拉伸 拉伸的时候 显得 显得一个面之后 然后我们显得 转换实体引用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选择这一个实体 我们选择面 然后再确定 那么这样呢 它的整个面就会被引用过来 引用过来之后 网格塞掉 好 引用过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拉伸啊 拉伸的时候呢 我们 我们有一个方向啊 追度 追度我们把它往外扩啊 那是往外扩 因为 反方向 向外扩啊 然后 然后 我们把 追度可大一点 然后长度也可大一点 这样子呢 就实现这种 有追度的一个功能了 在这种加工起来就 就很难啊 但是 只要知道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 就可以 所以这里没必要 做这样的一个追度 但是呢 你有这样的一个过渡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 直接做一个语言 把它拉伸起来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有3D就不怕 加工不止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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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